我們國的小鳳梳還有冰冬館 台北市的訴求堆 也已經準備好十三棟的蓄財 一百六棟的訴求另外 還有四十的訴求権 隨時可以出海去日本求職 外國保證是說 莫子恩是在等日本的回應 這是我們在台東現場 經常使用的找人的蓄財 這個蓄財就是主要 如果你建房子倒下來的時候 我們的新印象蓄財去看 裡面有人在地的口 現場這些都是準備要去 日本求職的審命探出禁財 和訴求堆的物資 日本舊船官在官 但發生瑞士過不七點 大的大地檔 也會團出相望的財政 我們國內政部 也已經通報國際人 都求完當地的關係 冰冬館和台北市的訴求堆 正訴求的準備 目前我們現在的消防署的消息 消防署現在算是南島 跟冰冬館的匯合 公司說如果這次有要出去 我們會去到藤原的基調 所以台北會直接去到藤原 跟消防署 跟冰冬館做匯合 總共差不多一百六十個 消防署和兩地的訴求堆 日本救災 另外國交部表示 目前要在等日本會 應有救災的訴求 有關外界關切的救災 協助救災及捐款事宜 外交部已向日方表達 願意協助的意願 日方躺評估後開放各界協助 外交部會儘速周知國人 我國救援隊將是日方需求 隨時可出發前往災區協助救援 國交部也好由臺灣民眾這段時間 不讓前往日本就川 金得和林鄉地区 若如臺民眾在當地需要協助 可以和台北租日本的代表處 和台北的辦事處 記者如相如 鄭純悠 台北報道